11月2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余华英管卖儿童一案。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依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 上诉人余华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将依法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被拐当事人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向记者讲述了庭审细节。 这个庭审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说首先我们和一厅保证了各方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诉论权利。 然后在厅上这个对方也出具了一份新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一个就是他和他在会儿生活的一个男人,证明了2014年之后没有再犯我罪,这个证据。 然后一个证据就是公安机关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证明他在,就是人家不予出具这个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但是这个证明,签下证明他在1996年就有过一期犯罪事实,其实反而证明他在本案中没有出入公诉。 因为这个在96年他拐卖的犯罪事实在从一神到现在从来没有公诉过,没有交代过。 今天出这个证据反而签下证明他所谓的如日公诉根本就没有存在,不存在如日公诉。 杨妞花,现用名李肃燕,1990年出生于贵州知金县一个苗族家庭,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 1995年,杨妞花在贵阳市被于花英拐卖至河北邯郸。 26年后,她根据自己儿时的记忆开始在网络寻亲,并于2021年5月10日正式与亲生姐姐相认。 当天,杨妞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被拐卖后不幸的童年生活。 在这被拐的这26年里面,其实有长达十几年,我没有自己的生活的,我也没有家。 然后虽然我在河北有养父,有奶奶,我奶奶去世,我被大家按了一个标签叫童养席。 然后这些一个一个标签已经折磨了我很多年。 然后一直到我找到家之后,我才知道,我找我丢失之后,我爸爸短短两三年内跟我妈妈都就离开人世了。 我爸爸成了别人眼里面的九疯子,我妈妈成了别人眼里面的神经病。 但是在我在的时候,他们都是温柔贤惠。 杨妞华告诉记者,她至今也不敢想象,父母是如何在最好的年纪去世,又是如何一次次自责忏悔度过生活。 虽然余华英在庭上向自己道歉,但是她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根本无法让人原谅。 余华英说,她35岁,她那个时候拐卖我的时候,她太年轻了,她是太年轻了才犯下错。 然后她说是因为她经济太紧张了,因为她要生活,她要活着,所以她才不择手段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然后我当时,我给她说的是,你35岁拐卖我的时候,你太年轻了,但是我的妈妈32岁就已经躺在了坟里头。 然后你是因为你生活,没办法生活,你去拐卖儿童,但是你拐走我们之后,直接破坏了我和姐姐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违法的事情,这个不能成为你犯法的理由,希望能够,法院能够尊重检察院提起的建议量刑,然后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妞花坦言,由于现在工作生活的原因,她只能使用现在的名字李素燕。 在采访中,她也表达了内心的一个愿望。 原名叫杨妞花,我现在在河北的户口叫李素燕,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给我添上一个成用名,把我爸爸妈妈起的名字再次还给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素兕